这迷你世界可真的太好玩了 终于到老师家了 为老师给你看看我的大宝贝 滚 别打扰我 玩迷你 不就是一个玩偶吗 拉昆 好了好了 滚吧 老灯 别给脸不要脸 你在打扰我玩迷 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就是一条小破龙玩偶吗 还有你也给我滚 是不是嫌作业给你布置的不够多 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这可是你逼我的 小坤给我咬它 卧槽 这是啥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放我一码吧 我错了 叫声爸爸 我考虑一下 爸爸 我考虑好了 不能放过你 小子又发疯了 他在气头上 我可不能出去跟他较量 放上两个压力板 布置陷阱 然后我就躲在这盔甲里装模型 他肯定不会发现 我是在这里的 是不是藏得非常隐蔽 找不到老师了 现在他肯定去了家里 我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压力板 有猫腻 老师再不在这里啊 好像不在 这只是一个附魔的房间 对 你快走吧 卧槽 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现在藏着房子里面 我有大锤可以一下把它敲晕 然后绑起来喂鸡 藏得好隐蔽 差点没发现 现在让我进入幽灵形态 看我是怎么戏耍这个老闭灯的 奇怪 小子怎么还没来 难道没找来 卧槽谁 谁打我 诶 这也没人啊 哈哈 老灯没发现我 肯定是我最近奖励多了 出现幻觉 继续蹲小子 再来一下 卧槽 谁啊 是不是有鬼 有本事出来 我可不怕你 卧槽 这可是你让我出来的 老闭灯 家里也太危险了 我要出去躲 哇 这有一把武器 不过怎么拿不下来 难道是因为要激活一下 这下 应该好了吧 把武器拿下来 一会对付小子 我去 这武器也太帅了 我有预感 他应该在这 下去只猜老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宁 快关门 他应该一时半会追不来 小子快开门 不开不开我不开 那等我进去我就不客气了 不好快跑 开这个箱子 好险 过来了 留下一瓶鸡汤 我就进教室里 脚下有半线钩要跳过去 这里不能直接走 不然会掉 不要走中间走旁边同学的身上 这样就能轻松的过来了 爬到这个梯子上面等老灯过来 玩会最好玩的游戏吧 既然下面走不了就走上面 我有金剑我怕啥 不好快跑 卧槽居然还会关门 这也太神 我肯定是被气疯了 你说我刚刚为什么不直接破窗而入呢 小子居然把我布置的作业全部烧了 嗯 又喝 怪不得找不到他小子人 原来是躲着密室里了吧 怎么这么多门啊 大无语 你好 太残暴了 都没有 他小子去哪里了呢 难道藏这个 挖上一块泥土 看我操作 好吧 是不是非常厉害 以后请教我大神 他小子肯定去躲这个叫 臭小子 快下来 我都等你两空年了 怎么才来 你先别动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卧槽 卧槽 怎么卡上面了 同学们看我 已经抓到小子了 大家以后可千万不要玩电脑 不然就会变成 跟他一样成个精神病 好好好 胡说八道是吧 这是你逼我的 谁再胡说八道就给他一点炮 不好 一不小心把同学们也炸飞了 这下他们的家长可不会放过我 我还是先躲起来避避芳芒吧 这有一个生物室 我就伪装成上古留下的练习两年半的鸡 老师是不可能发现我的 哎哟 我的少爷们啊 竟然被小子一炮给端了 这下我怎么跟他们父母交代啊 我想唯一的办法 就是抓他小子回来请罪 不然校长肯定不会饶过我的 一间一间排查 生物室 嗯 练习两年半的鸡 合理 没想到这个都有 上古时期的凋零 合理 赴五百年的小苦瓜 这个也有 1982年的僵尸 哇 这房间里居然卧虎藏龙 可不能让小子破坏了 他应该去了别的地方 这幅画就非常的不对劲 被我发现了吧 用作业电过去 我真聪明 卧槽一整面墙的命令方块 但是只有这一个按钮 不就是一个拉昆烈焰人吗 来我站着让 卧槽你竟然有一击必杀的能力 我又不是没有 你这个拉昆 这还有一个通道 不是他小子 老师走了一会了 应该安全了 不过我这里肯定不能继续藏了 我要躲到对面男厕所里面去 从这小便池游进去 老师肯定嫌弃这里 我已经不敢进来 殊不知这里就是我的藏身之地 他小子不会躲厕所里了吧 可真够变态的 哈喽 臭流氓 sorry 打错门了 对面一看 我觉得就是幻象方块 没关系 我哭一个月就好了 太惨暴了 真恶心 你是怎么过来的 臭小子 快把电脑交出来 然后跟我去赔罪 你看后面老病的 卧槽 我还没说完呢 这是哪个大聪明在沙漠度假 让我看看是谁 哦 好像是老师 那没事了 拉完就去睡觉 他可真没用 把入口给他堵上 让他一辈子也出不来 这些仙人掌肯定是防备我的 话说我有这么可怕吗 好了 这样他肯定出不来了 我早在两年半前 就在这个沙漠神殿埋下了陷阱 在这里可以安心玩会游戏了 今天来沙漠度假了 我好高兴啊 旺财 是不是你把门堵住了 不是你 是鸡人 我都跑到沙漠了 你还来找我麻烦 他肯定跑这沙漠神殿里了 今天抓到他 必须把他的石打出来 这么多门 哪一个才是真的 就从最左面的开始吧 哦 看到他小子了 我悄悄默默的进去 不要啊 不要过来 现在去右面 一定要把小子抓回来 嘿嘿 你没出跑了吧 妈呀 玩游戏太入迷了 都没听到他的声音 赶紧躲到这隐藏门后 小鸡腿跑得还挺快 这是幻象方块 直接下去 前面这是 又在为难我 这个国服第一跑酷 卧槽 听到老师喝鸡汤的声音了 那么他肯定就在门外 继续开隐藏门 来这边的房间 不对劲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这边还有通道 追 老灯又来了啊 下去吧 关闭 我已经等号你多时了 被凋零完弄的滋味不好受吧 这还有个侦测器 拿下 这下让他体会一波 什么叫开门杀 我就躲在这个墙后 他肯定不会发现我的 是不是去这门后了 这是啥啊 他也太阴了 哈喽 怎么还有 我快被气死了 世纪难题 一加一等于几 小子不按套路出牌 所以直接选用面的 果然有路 选对了哈哈 不过 这怎么是个按你 卧槽 从裤裆掏出一瓶冰红茶 二选一这下 肯定是真的了吧 小子 接受命运的制裁吧 老师两天半都没找我的麻烦了 哎 这是个什么东东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雷麒麟 我丢 这也太帅了吧 这应该是老师的传家宝 不过现在它是我的了 去看看老师在干嘛 天助我也哈哈 只要再等待 九九八十五天 那么 我就可以获得诸神的力量 到时候 一千五百场不败的神话 就是 谁 谁偷袭我 你竟然对诸神石像心怀不轨 看我秃秃了你 就这拉昆伤害 还好这刺刀威力够大 傻娘老师 居然想获得诸神的力量 可真是不知好歹 我现在要赶紧逃跑 你想跑 往哪里跑 敢破坏我的计划 去楼上 可不能让他逮到了 不然我以及诸神都没有好下场 继续往上爬 我在两年半前就在这准备了机关 别让他上来了 你没地方跑了吧 小子 但是我有武器啊笨蛋 这由我的炮爷初昆 安全落地 完美 按下按钮召唤两个小白 老师飞上来就会被射下去 现在拿出电脑发布一下这条信息 必须让老师付出应有的代价 没想到他还能跑到天上 哈喽 不是 他小子找茬是吧 竟然把我跟狗相提并论 狗是我能够比起的吗 他肯定就藏在这个大别墅里 哎 有压力板 这次我看脚下了可不会 救我 握槽居然有幻象方块 他也太阴险了吧 小子 在不在这 你们是哪里的学生 不管了 反正是学生 这墙不会也是 打完这几个字 卧槽 你干嘛要吓我一跳 我就要抓到你了 抓我 你再练习两年半吧 来到这个2.5楼上 这里也有我准备的陷阱 就等他过来给他个大笔兜了 小鸡人双腿还挺有活力 蹦哒两下就没影了 据我推算就在这楼上 哈喽 老师在烟花中迷失了自我 我现在要去三楼了 上面还给他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惊喜 只要他敢过来 那么就让他有去无回 待到 逮到你了吧 小子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确定要与我为敌 算了你肯定想 卧槽你要干嘛 让你找我麻烦 我这就送你上天 拜了个拜 卧槽 我看了你了解法 我看了你继续 Bye 我看了你了 好